到底阿傑是遇到了誰 他遇到的這個女子究竟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,我們是寫事與說書人 在影片開始之前幫助我們訂閱頻道 打開小鈴鐺 這個故事是發生在2011年的6月 主角阿傑是一位正在準備指考的高三生 那一天他也是在學校讀到了深夜 在從回家的路上 他看到路燈下著一位年輕的女子似乎正在哭泣 他慢慢的走過去 一步一步,想問他是否還好嗎? 突然之間 嚇到你了吧 字幕志望